原标题 例如他是落后思想的典型,开历史倒车的罪人,卖国求荣的伪君子,反正书上的都是对他不好的评价,从个人的品行为上,上升到对民族存亡的恶劣影响,但近期是有些人在网上做出了另一种评价。 有些人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好,甚至此敬佩的态度,说袁世凯是民国时期最有魄力,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,说袁世凯才是真正推翻清政府的最后一根有力的稻草,截然不同的评价,好像是说两个人一样,书上和网上众说纷纭,那么袁世凯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? 那举个例子,有一次,在清政府的新的内阁会议上,袁世凯曾和在风曾经说过一段话,这段话的背景,市清政府已经答应了袁世凯重新组织内阁的要求,当时袁世凯已经重返了朝堂,并且还掌握了清廷的兵马实权,而且当时辛亥革命已经全面爆发了,反清的革命党人到处都是, 发动了言论,已经让老百姓一定的接受了新的观念,他们已经对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非常不满了,而大清朝能够与革命党人抗衡,他只剩下了一支队伍,就就是袁世凯所管的北梁军,作为清政府的摄政王,在风有点想灭了革命党人, 毕竟如果大清朝没了,他这个摄政王也就没了,于是他对袁世凯说,你所提出的要求,我们都满足你了,现在反清的革命党人闹得这么厉害, 你是不是应该出动你手里面的北梁军,听完在风的话,袁世凯笑了,从参加会议队伍,中间走了出来,并且直接来到了皇帝的面前,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震惊的话,请摄政王退位,摄政王听后正是大怒,脱口而出, 你竟然针对我,总有一天我在风要送你袁世凯一口棺材,袁世凯清后表情没有改变,依旧的云淡风轻,他回答道,我就在这,摄政王可要看清楚我的体型,棺材可要做得不大不小,要不然做大了,还可以装下大清,那摄政王可就是使大清灭亡的千古罪人了,这话说得非常好, 即达到了让摄政王退位的目的,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,而且他没有多强调自己,而是说新内阁的状况,想在新内阁里找盟友,而且能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,也体现了袁世凯自身的魄力,可以说他是一个有魄力有智谋的政治家,而且在溥仪惠位后,他曾说过能救中国的只有徐世昌, 黎元洪和段齐瑞,没有说自己也没有说自己一派的人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